藝術啊 我一直覺得有點固執性 固執啊 固執就是 你就是要你做出你想要的樣子 做出你 覺得好的樣子 這叫固執 這固執不太容易接受人家的觀念 如果別人的觀念是好的 那他應該做出這個藝術 不應該輪到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你可以做出 你只要聽我的就可以 做出很好的藝術 那如果這麼好的話你自己為什麼不做 所以 藝術到最後都有點執著性 固執啊 所以我們常常很多藝術家看起來都怪怪的 其實你不能說他怪 因為他堅持在這一方面 而這個方面跟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覺得他怪 可能在某一方面是怪的 可是在他執著那個點他是正常的 是你怪 藝術啊 藝術啊有時候還真的是取高賀果 你懂的人不多 懂的人沒你想像多 除非有機緣 像有些人機緣就非常好 寫的也好 做的也好 機緣也好 那就是名副起始 有人是機緣很好 可是字很差 那個只能 在他當 當代的時候 等他走了就沒有了 有人是 很有名 寫的很好 不是寫的很有名 沒有名氣 寫的很好 他一直到死後 才能認識他 這種也很多 更多是都寫的不怎麼樣 或怎麼樣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那更多 大多數人都這一種 如果你會 因為寫書法 和陽明 基本上就像中樂 中樂透 台灣是樂透 就是 不小心抽中 絕對不是你是最厲害的 我一直有這種想法 世界厲害的人真的好多 只是他沒有那個機緣 被 被埋沒的天才 是非常多的 被埋沒的 好的東西被埋沒的 整個世界埋沒掉的也非常多 如果你 可以因為書法而陽明 那只能證明你運氣比別人好 未必真的是有那個實力 那這時候怎麼辦 加強你的實力 以前那個 因為書法比賽 經常是送見 送見 然後評審 那送見 就不見得 是當世人所寫的 有時候有些有代筆 有些為了要求得好成績 都會找代筆 如果是學生 可能老師幫他寫 這種 在比賽都是 司空見慣 找別人代筆 司空見慣 不管是書法 畫畫 很多只要不是現場的 代筆的事非常多 多到已經有點離譜 那我上次就遇到 有一次在演講 提到這個問題 我就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現場比賽的 非常重要的現場比賽 跟 非常重要的 不現場比賽的書法 這時候 兩本名單去對 同時間喔 同時間比的 兩個名單的 完全不一樣 現場比賽那些人的名字 你打上網絡 去查 查關鍵字這個人 你可以放在那戰功標比 到處比賽 可是不是現場比賽得獎的 前三名 你打入 去搜尋他的名字 都找不到他們 有比賽過的樣子 那證明什麼呢 這些人是做出來的 不是本人寫的 因為一個真的厲害的人 他會到處去比賽 到處征戰 留下他的戰績 不管名字好不好 都看得到 所以那個非送見的 經常都是找人代筆 這很容易查 現在資訊這麼發達 名字一打上去就知道 喔這個人從來沒參加過比賽 怎麼突然冒出來 天上掉下來了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我剛有提到這裡 講到一個學生 就是那個 我認為他是應該是代筆 因為從來都沒有看過他比賽過 然後那個老師 就有個老師馬上去走 這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照理這樣講 你意思說他是 他是作弊的 我說我沒有說他是作弊 我只說這樣不可能 然後那個老師說 那現在怎麼辦 如果回去我遇到這學生要怎麼跟他講 我說你要跟他講啊 很簡單你跟他講 不要 會對你得到的獎勵 如果不是你自己的 你要開始從現在開始努力 把他變成自己的 懂嗎 就先努力啦 要靠自己啦 不要靠別人啦 這樣叫實至名歸嘛 就先努力啦